作词 作曲 李宗盛 我有一名 你对我有致命的吸引力 半个宇宙的路径 都不足以阻挡我 我又无价可回忆般的伤感 你却又像太阳一样 炙热的温暖 穿越过几千万光年 只为被你爱着的感觉 我是微信追随星星的爱恋 你是飞过小星星的明年的危险 流浪过几千万光年 只为被你发现 永恒为我留言 小青啊 帮我拿一下那个 你紧张什么 我就做个菜 你拿个灭火器 干嘛 你忘记了 上次我们在这就把这给烧了 这次烘的柴剪 好久才把厨房借给我们的 灭火器 灭火器 什么是灭火器啊 你是猪吗 我跟你说啊 你放心 我以后不会再让你帮我做菜啊 真的 收起来啊 要干嘛啊 哇 这好香啊 哎呀 真的好香啊 哎 我就吃一口行不行啊 不行 就一口 起 吃一口 你呀 这种身体不能吃这么高热量的东西 什么 好喝吗 好喝吗 你哪里买到 我做的 以前在国外留学的时候 吃国外的东西吃不习惯 都给自己做些东西 这也是我自己学的 天哪 你也太多菜多艺了吧 真的 哎呦 上的天堂下的厨房 为了你做了这么多的吃的 我也得吃一口是不是 不行 真的想吃吗 那你答应我 下次一定要回 我会亲自做给你吃 嗯 真的吗 那为了你这一口多远 我都得回来 打个勾 你跟我去 掰手指 嗯 这样 组成一个小星星 你说他俩怎么这么磨叽呢 我过去看他俩干嘛呢 嗯 嗯 张医生啊 嗯 正好只剩咱们两个人 有一件事情呢 我想问问你 你说 就是 小七的老家到底在哪里啊 我怎么觉得送他回家 搞得跟生离死别一样 对 这事我也觉得挺奇怪 这小七挺怪的 你也觉得很怪是不是 对啊 我跟你说啊 他那么瘦肉的一个女孩子 除了可以单肩扛起一大大米以外 还有一次啊 我在楼上差点摔下来 她没来在后厨房呢 一下子就把我给拉上去了 我就觉得吧 这个好凶有点怪怪的 我就觉得你是医生 你是不是可以解释一下啊 我觉得能够降服我们方冷的 肯定不是一般人 来 喝 这样子呀 也对啊 上菜喽 上菜喽 哇 你们终于来了 难得吃到我们方家大校做的饭 不容易 辛苦了 辛苦了 开动吧 我消个毒线 哎呀 哪里有毒啊 来 你来一下嘛 你也来一张 你也来一张 柴姐也来一张 好可爱啊 你也来一张 你怎么那么无聊 赶紧吃饭 我还有更无聊的哦 你过来 过来 过来 快点 这样 你学一下这个 学一下梦 学一下梦 学 你笑一下呗 笑一下梦 求一下三秒钟之后 三 三 二 二 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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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是请我们吃饭 还是请我们吃狗粮啊 我吃饱了 我都想吐 别别别 咱们干一个干一个 来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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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我代表你发一个朋友圈 刚才那个照片 放朋友圈 666 手动点赞 我发现我 我没有放手的朋友圈 真的吗 我可以加你的朋友圈 我的天 我加到了房子的朋友圈了 好看吧 我先把它删了 你干嘛 不可以啊 说好了要重新建立记忆库的 还有什么比你发一个朋友圈 更能向全世界证明你爱我 好 快拿来 真要香啊 你又发了一条 哇 可是你很上道嘛 来吧 干一个 来 来来来喝 干杯 干杯 你吃一口 不行 你吃一口 你吃一口 一口也不行 我想尝尝 方烈 嗯 飞船可能过几天 就要过来接我了 在走之前 我想先给你个小礼物 不要啊 等你回来的时候 带个跟你一样可爱的外星女孩过来 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美的你 那 我画了一些星空图 这些星星都是地球上看不到的 希望能够 给你一些灵感 喜欢吗 你真是太懂我了 小琪 我更舍不得你走了 怎么办 好了好了 乖了乖了乖 喂 黄烈 谁让你抱小琪的 哥 我就占用小琪一分钟 就一分钟 好 你一分钟到了 哲戚 你送了我这么好的礼物 我也要送一份特殊的给你 等着啊 那行了 方烈 你跟茶姐一样 等着啊 好 走走走我先送你回去 等着 我明天一早就给你 你可以不要 你都不是路了 走走走走走 拜拜莉莉 拜拜 你等着我啊 好 我的礼物呢 你的礼物在上面 我给你拿 干嘛 好 你就是我的礼物 不是 以后就给你拿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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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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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走 不要走好不好 不要走好不好 不要走 不要丢手 不要丢手 不要走 我不走 别害怕 我不离开你 我不离开你 我不走 我不走 忘了 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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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早安 早安 真希望每天早上一醒来 都可以看见你 我也是 飞船 是不是快来了 我想了一个晚上 我可以不回去 不可以 你能顺利回去是好事 饿了吗 我给你准备好喝的 不要 不要 不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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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嗯 你不要跟我做好不好 我特別乖 讓我幹嗎就幹嗎 讓我吃什麼就吃什麼 真的嗎 嗯 那你去冰箱裡拿女奶過來 嗯 如果飛船來了 會是什麼情況 可能 會先起風 然後飛船就出現了嗎 嗯 不要趕我走 我以後不用長能力 說不定可以長下去 就算我救得了你 也不可以把你留下來 為什麼呀 你不喜歡我嗎 傻瓜 我怎麼會不喜歡你呢 有一句古詩說 巨頭望明月 你投思故鄉 可你一直待在這裡 往天空看的時候 你仍然期盼著你的家 那裡的人才是你的同類 那裡的人才是你的同類 難道你要作為一個依賴 留在這裡嗎 走吧 嗯 他們 李承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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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快向小七来看 这是我送她的告别礼物 疯了你吓死我了 有什么好吓人的 气球嘛 怎么样 我送的礼物你喜欢吗 你怎么会想到送这个呀 我也没什么好送给你的 就像学学电影里 弄个飞无环游什么的 说不定还能跟你一块去太空呢 我可是天不亮就开始弄了 手都给我弄红了 原来害我整晚做噩梦的人是你呀 什么 我是来找小七的又不是来找你的 怎么样 肯定被我的礼物惊到了对不对 给 是挺惊喜的 喂 宝安 就乱出租车 叫出租车干嘛 给我过来 哎 哎 哥干嘛 我还有好多气球没吹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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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疼疼 哎 哎 师傅 哎 帮我把这个人送到安定精神病院去 哎 不行 我不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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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哥 哎 哎 你这样对他是不是不太好啊 我这样对他已经很客气了 其实我还挺喜欢他送我的这个礼物哎 没有 他让我想通了一件事 什么事 你不是问我 要去故乡还是他乡吗 我想告诉你 有你在的地方 哪里都是我的故乡 哎 感谢观看 我不是精神病 你见过这么帅的精神病吗 你送我回家 他刚给你多少钱 我加倍给你 方烈 你在哪呢 妈 你打来得太好了 你快跟师父解释解释 你儿子是不是个正常人 正常什么呀 你舅舅好不容易帮你赢来的业绩 你全给了方老 你赶紧回家 我和你舅舅等着呢 这孩子气死我了 你自己看看都写了什么 之前你负责的几个项目 为公司提高了业绩 可你把这些功劳都给了方老 要不是你舅舅替你挡着 你在公司总裁的位置 早就被拿下了 我都是如实写的 如实什么呀 方冷早就不在公司了 他能帮你什么 他早就安排好了 自从我入职以来 他就一直在暗中帮助我 要不然我一个光感司令 怎么可能提高公司业绩啊 你说的都是真的 不是方冷的计谋 你们怎么老这么想呢 我跟我哥再怎么争 也不能拿公司开玩笑 我要是不把这些东西 写在报告里面 根本就没有人知道 哥哥的心意 儿子 既然没有人了解 那咱们就不这样写嘛 有些事情 你以后就明白了 妈 不明白的人是你 像我哥这种人 去哪个公司 不得当个总裁CEO什么的 那你怎么办呀 离开了你爸离开了公司 你会干什么呀 妈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妈 我应聘了巴黎的绘画工作室 不管他们要不要我 不管是去打杂 还是去街头卖艺 我都打算去闯一闯 儿子 你还没折腾够啊 不够 我还有个朋友 送了我一本宇宙画册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这个世界真的很大 有很多星球 也有很多选择 除了咱们F集团 还有那么多公司 与其在家里跟我哥 抢着一亩三分地 为什么就不能想开一点 活得轻松一点呢 儿子 妈这么做 都是为了你 妈 您可不是为了我 您是为了您的好胜心 按照你们的安排去活着 我没有一天开心过 妈 舅舅 我求求你们 你们就放过我 放过我哥 也放过你们自己 我走了妈 走了 莉儿 莉儿 这个怎么办呀 算了 就按照他说的 叫他同社会吧 吃银买的有点太多了吧 我怕飞船上 万一塞不下怎么办 而且没什么虫草什么的 我们那根本吃不上 就能拿去给你朋友 掌掌见识 要不给伯父买点茅台 不用了 我们都是精英培养出来的 而且没有父母 所以根本用不上这些 好吧 那钻石黄金呢 拿去打点一下吧 我可是很希望他们能早点放你回来 这能行吗 关键是要让他们看到我的心意 安朱莉儿 安朱莉儿 你给我买些黄金还有钻石过来 不用了 买多一点我要送给小七 不用 好了 我让小七带归星球的 不用了 等家店都买下来 干嘛 好了 干嘛 搞定了 你们星球的季节都怎么变化 我们那儿一年有十二个季节 春天的时候有民土还有汽水 夏天的时候呢 我们那儿会一份 撑 带你去买衣服去 不用 我们那儿不穿这种衣服了 走了 听我的 神不用 这件怎么样 先生眼光真好 这是我们的新款 很适合这位小姐的身材的 那要了 好的 那我等会儿帮您包一下 别别 这件 够了 还有这件 真够了 不要再拿了 这个 好的 好了 我拿的都是不要的 整家店的衣服都帮我包起来 太多了吧 我穿不了 先生 您确定是全都要打包吗 同样的话我不喜欢再说第二遍 我们现在立刻给您打包 哎呀 干嘛 你是不是疯了 怎么了 你给我买这么多衣服 你让我回去当服装批发吗 就当给你朋友看看新鲜吧 哎呀 哎呀 你不穿就可以让你朋友穿吗 不用了 真不用了 好了 听我的 嗯 嗯 太多了 真弄了 哎 你帮我叠一下这件衣服 好 哎 你说啊 嗯 这件衣服 我们几个月都买不起一件 别说了 人格有命 真羡慕那个姑娘 哎 我再去哪一件啊 好 我真的穿不了那么多 你花那钱干嘛呀 慢慢穿 不着急 我给他们签个单啊 嗯 好 真浪费 先生 这里需要您签个字 好 先生 您看 您买了太多的衣服 要不然 您给我一张您的名片 我好派人给您送过去 不用送 我们自己扛走 难得先生这么喜欢我们家的衣服 都用了新款 我好联系你们呀 谁要你联系啊 你敢联系一个你试试 我把你们店拆了你信不信 笑什么笑 想见 好了 哎呀 您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 误会什么呀误会 你身上荷尔蒙味道我都闻见了 衣服我们不要了 不好意思啊 先生 你干嘛 干嘛 过来 笑笑笑笑笑屁啊你 不是 你难得吃我的醋 我太开心了 有什么好开心呢 我跟你讲啊 你要是敢在外面给我张花饶草的 我我就 你你就怎么样 我 我在上面骂你 哦 你听过那个蝴蝶笑音吗 那个亚马逊的蝴蝶就这样 生动几下翅膀 得住的那个龙卷风就呼呼地吹 我要在上面骂你这边下去 下刀子都有可能我跟你说 知道了 有时候我在想啊 如果你回去了不回来怎么办 那你得等我努努力 才能找别人 那可不一定 那看我心情 你痛你也用了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曾经在这里见过吗 这是我 对不起啊 没事了 谢谢先生 对不起 没事没事 真的抱歉啊 1 Cycle 2 2 3 7 1 好 你 你都这么多了 那我怎么办 我要怎么办 小鞋 我怎么办 我要怎么办 小鞋 我没有认识我要怎么做 让我一起开心情的话 你就这么做了 那我怎么办 能不能把它换回来 救你了 我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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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台讯 7日已花心著名的F集团总裁方冷 于今日重回公司任职 而F集团的内部动荡至此 已经重回平庆了 据内部人士透露 方冷的失忆症已经康复 如今已全面接管公司业务 据可靠消息 方冷将出资饮料行业 展开以花茶为主题的低热量旅行品品 看来景史颇为丰富的方总 决定在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发挥优势 怎么办 怎么样 挺好的了 把小布也加进去吧 可以 可以啊 可 以后 我们以后要放下 什么 一 一 大 一个 五 一二一七五五四三二一 五一五五四三二一 你以后上我想起到一个药物 不想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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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起 不想起来 我会想起来 不想起来 尊敬的各位媒体朋友们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品发布会 大家有任何关于新产品的问题 都可以向我们的方总提问 两年前您主创的这款漆茶销售大火 不知道您取这个名字 有什么其他的寓意呢 漆的谐音是漆 漆茶的意思 就是男人给女人煮茶 方总 您之前有花心总裁的外号 可是这两年 从来没有听到过您的任何绯闻 请问您还是单身吗 那你觉得我还是单身吗 这个嘛 我们当然不好说 您的最后一任女友 是一个外卖员 这个新闻曾经轰动全国 不知道你们俩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们 我们挺好的 有传闻说您被外卖女友甩了 看来是假的了 没有分手 为什么没见过你们铜框呢 你们是隐婚了吗 对 没有见过他们铜框 你听到吗 各位同僚 方总难得配合我们媒体工作 为了顺利完成今天的稿子 大家还是尽量问一些 跟产品相关的问题吧 你们说的没错 我确实是被甩了 而且是在两年前 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办法走出来 是那个外卖女友甩的吗 她为什么要跟你分手呢 那您现在谈恋爱是要奔着结婚去吗 你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请问方总 这款饮料 是用来晚婚年的女友的吗 是 你问了我一个问题 我可以回问你一个问题吗 您问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琪 亲戚书画的琪 小琪 名字很好听 你可以跟我约会吗 大新闻啊 快开 快开 要不要请公关 不用了 就这样了 小琪还没来吗 奇怪 这种天气怎么会打雷啊 可能有人在上面骂我吧 你有听说过蝴蝶效应吗 亚马逊河的蝴蝶 只要煽动几下翅膀 就能造成德州的龙卷风 那你说如果有人在上面一骂我 吓得可能就不是雨了 说不定下雪下刀子都不一定 要不我还是把那个姑娘给拒绝了吧 哥 你太对不起小琪了 我怎么对不起她了 要不是我中途把那个记者给拦下来 你就犯大错了 你知道吗 哥 我说你两年都忍过来了 怎么就在这个捷骨眼上 就在犯错的病人试探了呢 对你来说只是两年 可对我来说就像两辈子一样 要不我再去把那个姑娘接回来 你们俩只是聊聊天可以吧 不用了 我本来也只是答应给她机会做专访而已 哥 我知道你很痛苦 当年我和小琪也研制出来几款香水 我把那些配方都给你吧 你去推广新品也好 自己做珍藏也好 有点事情做总好过你 和你一个人胡思乱想 你还是好好照顾你自己吧 这边是我们薰衣草精油的原料产地 小琪研制的那款香水中 大量运用了这款花香元素 为了保证质感 我们采用了最新的萃取工艺 抱歉稍等一下 怎么了 哥 我一会就要飞巴黎了 我有些心里话想跟你说 你现在方便吗 说 我回去好好想了想 你老这么担着也不是办法 要是小琪不回来 你就不准备给我找一嫂子了 说重点 重点就是 我帮你物色了一个好姑娘 比你小几岁 在大使馆上班 活有单位 怎么样 你要不要相个亲 好啊 你这就答应了 你不用看看照片什么的 不用了 哥 你这变化也太大了 小心小气吃素从外星飞回来给你算账 我倒是想让她回来啊 如果她有本事的话 你这话就刺激人了啊 你现在是在相处原料地是吧 刚好 那个姑娘就离你不远 你时头时头 一会儿见啊 嗯 就这样 老师啊 您这里有环境比较清新 比较安静的地方啊 我要约见个朋友 嗯 有的 来 这边请 这里是原料区 比较清减 我就不打耳方总了 嗯 是你在生气吗 小青啊 我得让你多生气 你才能回来找我 嗯 你最好 你最好 是你最好 你最好 好久不见 不认识我 我是你最可爱的陈小七 你拿我手机干嘛 手机换过 那你得保持安静 你先还我 我就答应你 有本事来拿 你到底还不还我 是你 真不认识我了 我当然知道你是小七 我真是 这人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这样呢 还像吗 更像 那你要我怎么证明吗 你要不要看看我的证件 姿态出吉利斯卡求索拉卡拉卡七号 入驻地球 任开不断新驻地球和平大使 希望能勤勉工作 不负组织信任 现在你总该信了吧 为了让你能看懂 我还专门翻译了一下 希望你能本着宇宙友好的原则 千万表现 我 小姐 欢迎回家 夏 有你在的地方 就是我的家 对视的眼光 爱总是猝不及防 一个碰撞 擦出火光 忘了如何思考 解开音微妙 风有了味道 你的一切记牢 我的心不自觉向你停靠 怎抵抗抗拒不了 我猝不及格拉我们之间 又暗昧在发酵 而梦分明宝是甜蜜的讯号 想在你的爱里 刻下我的坐标 能不能好不好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穿越人潮 我们之间 又暗昧在发酵 还没触控的拥抱 也许就快碰到 没过往的心事 只让你知晓 一不小心地老天荒 好不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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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